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辽宁省康平县法轮功学员龚宝君与梁秀华夫妻 戴明明与韩君夫妻 以及高丽华五人 2019年12月11日遭内蒙古通辽市科佐后期甘奇卡法院非法开庭 四名律师依法一一驳回公诉人的指控 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 日前得知戴明明、高丽华、龚宝君与梁秀华夫妻均被非法判刑五年 韩君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张克新 男、陈月荣、女 2018年11月12日在大连市610策划的绑架案中被绑架构陷 近期被非法判刑八年 同一天被绑架的大连市高新园区法轮功学员徐燕霞被非法判刑八年半 大连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宋学存老太太也被非法判刑八年 陕西省安康市汉英县法轮功学员邝东亮被非法关押两年多 期间遭两次庭审 2019年6月10日法院通知邝东亮 案子已移送中院 我们无法作出判决 2020年1月4日 邝东亮的父母按惯例给邝东亮送生活费 被告知已被非法判刑五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湖北武汉吴碧林坚持信仰 汉口监狱拒绝家人相见 2019年4月底 吴碧林因信仰法轮大法被冤判五年 现吴碧林被关在汉口监狱 欲方一直以吴碧林坚持信仰 拒绝家人见面 汉口监狱人员不透露 吴碧林被非法关押的具体消息 只是告诉她的家人 吴碧林是重点迫害对象 她自己不转化 被关到监狱之后 那些转化了的 受她的影响又反过来了 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了 吴碧林女士 原是武汉事务资局的干部 自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 吴碧林女士20次被非法拘捕关押 几乎每次都是在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 才将她放回家 目前吴碧林的血压一直以来都很高 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东西湖二支沟时 医生经常给她量血压 血压时而高达190、200多 现在见不到她 吴碧林的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绑架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 2019年10月份 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维稳办 借武汉市召开世界军运会之际 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 办洗脑班 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在维稳办王主任的指挥下 卓刀全派出所警察 闯进洪山区法轮功学员陈伟家中 绑架了陈伟 又派人将正在家中做饭的法轮功学员段玉英 从家中诱骗出来 四名便衣男子在街上实施绑架 接着 王主任给段玉英女儿打电话 骗起女儿 说段玉英在某大学里练功 被保安抓捕 然后将两人非法关押在废弃的石嘴中学 强行秘密洗脑两个多月 不许家人送医探视 维稳办的王主任 岳昭霞 陈科长 田主任 轮番出面 利用各种卑劣手段 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洪山区政府公务员 竟成了黑社会的绑匪头子 拿着纳税人的钱 开办黑监狱 所谓关爱中心 非法绑架 折磨纳税人 原甘肃省九泉监狱监狱长 韩全力的恶行 韩全力 南 1959年3月22日出生 河南缅持人 2006年1月 至2010年5月 韩全力任甘肃九泉监狱监狱监狱长期间 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实施的酷刑友 开水烫 烟头烫 火棍烫 用炉钩子打 烧红的炉钩子烫 暴打 八个人按住一个人同时撕打 关禁闭 将人绑起来 再把野兔子塞到裤裆里 让兔子又挠又登 崩行 做狗头小瞪 熬鹰 靠住你 让你站不起来 蹲不下去 棍棒任意殴打 扭住胳膊 按住脖子 往墙上撞 长时间不让睡觉 体罚 电棍机 吊铐 超强奴役劳动 人格侮辱 恶语攻击 法轮功学员张严荣 被九泉监狱警察迫害死之后 家人给换衣服时 发现小便头 及周围大面积范围 都是黑色的 胡尚学 樊永诚 长期被实施做狗头小瞪折磨 直至冤狱 是欺瞒离开九泉监狱 韩全力在九泉监狱任职监狱长期间 九泉监狱各监区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一切恶行 都是在韩全力的策划 指使和督促中发生的 九泉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一切酷刑折磨 韩全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为这一切行为承担罪责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作对大法 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在救人 民心在复苏 人心渐醒 冰雪消融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各地大法弟子感受到民心在大幅度复苏 讲真相过程中 大法弟子们受到很多鼓励 感念师孙慈悲 救度亿万众生于坏灭 师父太辛苦了 师父过年好 贵州省贵阳市大法弟子说 有很多明白真相的世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并支持大法 得救了 也包括一些公检法司和政府官员 真心忏悔 不再参与迫害了 很多世人明白了大法真相 一接上了圣源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终于挣脱了禁锢 而走入了大法修炼 真是可喜可贺 陕西汉中市一位大法弟子表示 我身边的镇 村 众生 包括司法人员都明白了真相 大法弟子受到工作单位领导和职员的夸奖和支持 湖北省荆州市大法弟子写道 现在世人都在觉醒 爱听真相 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后 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感恩师孙一年又一年慈悲护佑 感恩师孙救度亿万众生于坏灭 作为大法徒的我们 只能在正法修炼中更加精进 尽量救下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感佩大法威德 中国民众向李大师拜年 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逾二十年 大法弟子以坚定信念传真相 以对真善忍的实践破除中共谎言 法轮大法的威德和纯正 使众多百姓感佩于心 受益无穷 2020年传统新年之际 中国民真相民众 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 山东烟台市乡村一家人表示 寒来熟往 家门前经常收到法轮功弟子 送给的大法资料 我们越看越明白 我们把资料整理好 避开监控 送到枝根底的邻居朋友门口 真希望至今蒙在鼓里 苦苦奔波的中国老百姓 都看一看法轮功真相资料 得到救度 湖北省荆州市一家人说 我和我的亲人们经历过很多故事 都见证了大法师傅 无所不能 一次 我在一个外线城马路上走 突然发现 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 车开得很快 我立即躲避 可路边堆着一人多高的玻璃 慌忙中只有躲在玻璃边 这时就见汽车撞着玻璃飞驰 撞得到处都是玻璃碎渣 我就像旁观者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但我身上一点渣子都没有 也一点都不害怕 这时我才想起 我明明站在玻璃堆旁边 怎么现在站得老远了 我明白了 是师父把我移到安全地方了 真是神奇 湖南省诸州市市民说 在我们遇到很大的难时 都会在心里求大法师傅帮助 凡事都顺顺利利 借此机会 万分感谢大法师傅 不怕瘟疫的人 沈阳来稿 近日 我经历了一场与无名疾病对决的较量 结果我赢了 事情是这样的 2020年新年的第二天下午 我去沈阳市某大型超市购物 没想到人山人海的 原来新年这两天商品打五折 但既然来了 我还是买一点东西 并安心地排队等着交款 当天傍晚开始咳嗽 第二天就发烧 不想吃东西 我没在乎 不曾想症状越来越严重 发烧让我躺在床上起不来 好像内脏都肿了 呼吸困难 咳得很厉害 好像要吐血了 全身的骨头都痛 头也痛 还有麻木的感觉 盖着厚厚的棉被 还感觉冷 尽管这样 我一点没有害怕 因为我心里装了救命的法宝 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坚持念 烧了四天 不烧了 只是咳嗽 历时两星期 我彻底好了 当亲人们知道 我是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而平安无事时 胃不舒服的老人相信了 也开始认真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了 是呀 自从我明白法轮功真相 并退出中共的团队组之后 再也不怕什么疾病 瘟疫 灾难了 因为我知道了无数的人 因为我知道了无数的人 因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而绝处逢生 知道了法轮功来到世间 是来救人的 我知道 其实不只是我 所有把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记在心里的百姓们 都会不害怕瘟疫 也不会害怕灾难 因为与神佛站在一起的人 都会得到神佛的保护 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湖南省靖州县老人 只有法轮大法能证人心 我是一位湖南省靖州县 偏僻山村已满75岁的老翁 年轻时我在海军府兵役 回到村里 我曾当过几届村干部 前几年 我有幸在县城 结识了几位能翻墙 看国外中文网站 发表的信息的人 我很喜欢听他们讲 正在发生 而被中共封锁的时事新闻 他们对中共的根源认识深刻 在他们的介绍下 我认真败读了 《九评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这三本书 现在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在中国做好人都那么难 我家门前有一条大河 我曾先后救起过落水的孕妇和儿童 对救命之恩 他们不但没有感激 反而还惹来麻烦和非议 现在的农村 农田大面积荒芜 真是一片凋零败象 原本五谷丰登 六处兴旺的农村景象 一去不复返 原本和睦友善 互助的邻里关系 也不见了踪影 一位村民的油菜田 正在被挤头羊糟蹋 我告诉油菜田的主人 快去把羊撵开吧 而他猜疑是我的羊 认为我是在贼喊捉贼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前几年大旱 我种了一片青饲料 用来喂猪 邻居开口找我要 我告诉他 天大旱 青饲料长势不好 等下一场雨 长势好了再给他 没过几天 我发现我家种的一片青饲料 全被他用除草剂杀死了 面对过去原本淳朴的乡亲 变得那么不明事理 我心晦意冷 深感无奈 现在我明白了 人一旦背离了传统道德标准 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 我要把我了解到的 中共是毁灭人类道德的邪灵的真相 告诉乡亲们 我要把真善忍的美好 带给乡亲们 我相信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今年非洲猪瘟肆虐整个乡村 而我家六处兴旺 我家种的水稻和瓜果蔬菜 从没打过农药 而我家真是五谷丰登的景象 我相信只有法轮大法能正人心 能让迷失的世人回归正道 我相信真善忍传统的普世价值 能带来人类美好的未来 时至2020中国新年来临之际 我和众多明真相民众 恭祝大法师傅过年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广播稿 疫情凶猛 自保有妙招 朋友您好 首先 真诚希望您和家人新的一年健康平安 2020年刚开始 武汉爆发新型病毒带来的肺炎 自武汉爆发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传播途径移至亚太地区北美和欧洲 1月中下旬 不仅中国大陆各地 海外也有2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确诊患者 因为中国官方报道 一贯信息缩水和隐瞒真实情况 许多百姓无可奈何 我们希望这个语音电话 能帮助您得到珍贵的友谊信息 以便在天灾人祸中 有效保护自己和家人 首先让我们来听听这几天的部分消息 第一 病毒比萨斯凶猛 疫情传播迅猛 武汉于1月22号至23号期间 宣布关闭主要交通通道 但是因为从发现病例 到宣布措施的时间拖延太长 凶猛的疫情已经通过旅行者 传播到中国26个省市 以及海外包括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越南 日本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尼泊尔等许多国家 中共当局于1月22号星期三宣布封城 这一极端措施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实施的 在周三至周四正式封城之际 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 不少人甚至认为是等死 下决心逃走 外媒报道 虽然是凌晨2点发出通告 但到上午10点封城 起时期 还有8个小时创口时间 部分市民和滞留武汉的外地游客 选择连夜出城 微信传出的需要查实的消息称 根据民航大数据统计 在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22天里 武汉飞往全国各地的人 往海南7万多人 往北京6万人 上海7万人 广东8万人 成都近5万人 重庆2万多人 这其中是否有携带病毒者呢 据英国独立报电子班报道 英国卫生部官员 正在连同航空公司 一起寻找在过去14天内 从武汉市飞抵英国的 大约2000名律客 希望能检查他们 是否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报道引述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 医学总监科斯福德教授表示 目前新型肺炎的传播 这时刚刚开始 因此英国发现确诊病例的可能性甚高 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月24号晚间 召开紧急记者会 宣布台湾新增两名武汉肺炎病患 由于疫情深高 台湾观光局发布了最新的旅游禁令 从1月25号凌晨0点起 全面暂停台湾旅行团前往中国大陆旅游 第二 黄金防控期已错过 专家称 有心无力 很悲愤 香港著名病毒学专家管弈 在17年前广东萨斯爆发期间 曾经率领团队率先分离 鉴定出萨斯冠状病毒 并证明其直接来源 1月22号管弈从武汉返港后自称 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 他表示 深惊百战 这次感到极其无力 他说 1月21号到22号 他和团队来到武汉 希望可以帮助找到动物园 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 但有心无力 很悲愤 财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武汉封城一事 官一表示 时间点已经错过黄金防控期 对效果不表乐观 他觉着当地政府不作为 连个隔离指引也没有 官一认为 武汉肺炎根本无法与萨斯相比较 萨斯传播链清晰 但武汉肺炎已经扩散出去 官一说 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是萨斯的十倍七条 我经历过这么多 从没感到害怕过 大部分可控 但这次我怕了 第三 疫情凶猛 自保有妙招 从专家正言来看 这次武汉疫情的凶猛程度 远远超过萨斯 更具有致命性 而且传播更快更广 武汉多家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急救 网传有医生死亡 因此提醒大家 至少要做好最基本的个人防护措施 就是勤洗手 戴口罩 并尽量让自己心态平静 为什么强调心态平静呢 俗话说 向有心生 静随心转 在突如其来的天灾灾祸面前 很多人难免焦虑 恐慌 气恨 无助 这些情绪 虽是人之常情 但并不能帮助自己避祸 反而会使自己更加难受 环境更加恶劣 所以 我们劝大家 一定要尽量 让自己理智 冷静 冷静中 我们才能有智慧 才能看动希望所在 那才是不放弃自保 和保护家人 疫情凶猛 自保有妙招 肺炎致命 避祸有灵丹 这个妙招之一就是 常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有的朋友可能会想 这么简单 可能吗 太可能了 首先 常念这九字真言 能让人的心态 逐渐平静下来 第二 这九字真言 携带的都是 宇宙中的纯正能量 能帮人增强信心 增加正能量 第三 已经有很多人 亲身见证了 这九字真言 让人柳暗花明 又一村 甚至起死回生的 超常威力 下面就是这样一个 真实的故事 一位吉林女士的弟媳 2019年7月 查出 一线严重病变 去做手术治疗 手术前一天 这位女士去探望弟媳 并告诉他 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位弟媳 早已明白 法轮功真相 每次送他真相资料 或从报厢中 得到的资料 都认真看 自己看完后 还放包里 带到单位 给同事看 说 这是法轮大法资料 都好好看看 了解了解 这方面 弟媳平时 就做得很正 很好 可是人有 旦夕霍夫 弟媳这次 能平安度过吗 第二天下午手术 这位轴里 再去看望弟媳时 发现弟媳 人变了 蔫了 后来得知 是弟媳上网查了 说一线癌的死亡率 90%以上 被吓着了 不想手术了 心思反正得死 哥哥稀烂 还不如不做手术了 但当时手术已经安排好了 这位女士 挽着弟媳说 你什么也别想 就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 创造出无数的生命奇迹 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弟媳答应了 这个手术 得做六个多小时 因一头连着胃 十二指肠 胆 这样胆得摘除 胃切除一部分 十二指肠 切除一部分 这位女士和姐姐 还有弟媳的姐姐 坐在一边 闭目 求大法师傅 加持手术 做得顺利与成功 并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一个多小时后 传家属进接待室 告知病人状态良好 手术再顺利进行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六个小时手术 一直很顺利 当弟媳回到病房时 这位周立将装有 法轮功师傅 广州讲法录音的小广播 拿过去给他听 告诉弟媳 师傅讲法打出的能量 能够调整一切不正确状态 没人使就静心听广州讲法录音 很快就会好 等到隔天再去看望弟媳时 弟媳一听到最后一讲 也就是第九讲了 感觉很好 状态不错 大夫也说 真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 手术后第九天 大夫来告诉大家 说检验结果出来了 没有危险了 在场的人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弟媳也十分高兴 弟弟弟媳全家人 非常感谢法轮大法 及大法师傅的洪恩浩荡 故事讲完了 希望这个故事能抚慰您的心灵 为您带来善的启发和智慧 最后话会主题 再提一个大家平时白忙中 可能没注意的事关性命的大事 那就是三退问题 猪年猪瘟 数年数亿 2020庚子年刚开始又爆发不明肺炎 为什么中国总是灾祸频频爆发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自中共1949年当政以来 各有恶 然而 中共却从不认错 也不把人命当人命 还总是标榜自己一贯为光正 对这样的恶当 上天是否会降罪 我们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因此 无论这次武汉肺炎灾祸中 中共又说什么 我们最好都不要再报教兴心理 否则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目前为什么已有三亿五亿二 如果还没做三退 赶快想办法退了 也能报平安 希望在这场发自武汉不及全球的凶猛疫情过后 您和所有真心向善的人一样 我们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彼此善待 安居乐业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再一次的隐瞒和欺骗 作者 中山 17年前 当非典已经开始加速蔓延时 中共的大小官员们却隐瞒了这一真相 17年后的今天 武汉肺炎已被发现之后 当地政府居然明确表示不会人传人 并且还搞了4万人的新年聚餐 发免费的活动券 搞数万人的邮元 对于存在肺炎传播可能视而不见 第一部分 17年后的重演 回顾2002年年底的情况 非典出现 从广东到北京 到2003年开两会 中共一直未公布疫情真相 直至无法隐瞒持 2003年4月 中共卫生部才正式承认存在非典疫情 但是卫生部官员却声称 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事后大家知道 很多患者及医护人员死于非典 或者治愈后仍有严重后遗症 同样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武汉肺炎出现 从武汉到天就公布了疫情 而中国的官员在疫情蔓延时 还表示不会人传人 在公共场所不用戴口罩 目前来自卫生部门最高机关的口径 依然是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直到1月21日 武汉市才给政府系统下通知 除特殊情况不能离开武汉 2003年 中共将对付萨斯 上升到关系到政权生死村亡的高度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 任何地方再出现萨斯瘟疫扩散 当地政府党政官员就地免职 由于中央就地免职的铁令 各地政府官员层层下压 都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 非常普遍的手法是 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 武汉亦如此 主要领导都没有给百姓一个交代 面对牵涉到民众安危的公共卫生安全 政府不仅不能尽责 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乌纱有心定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